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前阵子我们到四维行政中心进行抗议递交暂帖的时候 市政府派出代表说他可以代表市政府 并且承诺会与各自就会进行公开辩论 可是到了前几天成局在议会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直接说了不用开辩论是不可能的 接着在农业局根据中国时到的报导 农业局昨天在议会受质询的时候 他直接说会再进入内裁阻 很明显的就是违反了9月25号 总统府承诺说会暂缓正义个案的一个承诺 我们认为高中市政府或是民进党政府 将这样子的政治承诺 视为儿戏信口开合的做出政治承诺 已竟然施信于民 那我们这场绝食行动的部分 我们会先由自救会的干部 以及会晤人员先行绝食 等待倒下之后继续接着 就是一档接一档接力的方式 直到所有人都倒下 直到我们没有任何人 或者是今天市政府愿意出面 承诺暂缓强裁 并且公开辩论 我们才有可能退场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召开这个绝食的行动 要开启这个绝食行动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17号去市议会的时候 城局公开的在媒体上面说 公开辩论不可能 这是什么样的政治官员 这是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他的态度如此的傲慢 面对人民的城抗的时候 他居然跟人民说不可能 而且就在近日 就在近日市议会的咨询 以及新闻稿上面 市政府都已经说 他近期要进行拆除的动作 对我们而言 对我们而言 争议尚未解决 他就要来进行强制拆除 那无疑就是 他不认为自己9月1号的强制拆除 有所错误的地方 他根本不将社会的舆论 当作一回事 所以我们今天无可奈何 由自救会的会晤人员先开始绝食 来做一个严正的抗议 住户的部分 至于我们住户的部分 我们住户现在正在酝酿下一波绝食之后下一波的行动 我们不排除 会有比绝食更进一步 更强力的行动 其实我最主要的是不忍心 这个我一直不做 就是我不忍心 所有的伙伴们 为了这个案件 有所损伤 因为我以前差不多快不行了 所以我真的 我有清新的体会 我非常的不忍心 所以这个案件到现在是 逼不得已 逼不得已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天才做这个动作 往后 如果这是在得不到应有的回应的时候 往后更激烈的动作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大家媒体 能够讲一点公道话 你们一路走 也不少次 麻烦你们很多次了 你们有看到 我们是一直有理性的 一步一步的 要他们出来 和我们沟通协调 尤其是我们理事长 费尽心思 透过所有的管道 到现在完全不理 甚至昨天前天公开的讲 和我们协调沟通 根本就不可能 为了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才走上这一步 如果有什么麻烦 不是劳动各位的话 也希望能够体谅 而且希望今天 市府能够有所回应 要不然往后 我们绝对是台北界 那其实这一件案件 我们很遗憾的是 我们向法院申请了多次的假处分 以及停止执行 但是就如同昨天 这个农业局长在议会的时候说的 他说这个案件 经过最高法院抗告 也已经驳回了我们的家处分申请 但是各位你们看到最高法院的家处分的这个驳回裁定 你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最高法院 他们的法只有财产权的概念 没有居住权的概念 我们这里有两公约的规定 我们两公约实行也已经制定了两公约的国内的这个实行法 并不是没有法员依据 但是我们的法院比行政机关更保守 连居住权的这个意涵 都没有办法把它纳入在我们申请家处分的内容 他认为我们收回土地 将来如果胜诉的话 我们土地收回 就弥补了我们的财产权 所以认为这是金钱可以弥补的 不会造成这个所谓这个人其他的这个迫害 权力的受损 但是我们很遗憾 他们看不到我们这边人的声音 昨天最高法院的书记官还打电话问我说 为什么他的财定都被退回 我跟他说 因为这些人的房子都被拆了 他们的户籍还是在这里 就这样子一生生被拆了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体会 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在这边很遗憾 虽然说法院没有支持我们 但是我们的诉讼还是继续走下去 我们从8月1号已经提起了收回土地的行政诉讼 这个诉讼一直以来 法院一直要双方补资料 但是我们的市政府很可恶 他们一直到昨天才寄出了所有征收计划书 这些征收计划书是民国61年他们用手写的征收计划书 从这个征收计划书里面 我们刚刚已经密集的在讨论 陆续请各位媒体注意我们的粉丝页 我们会一一的逐一抽丝剥茧 把这些官商勾结以及这个土地私人的内幕一一揭发出来 他一再而再而说的这个征收合法 根本就是你们自己当初在建言时期的这样一个不公开不透明的法律当中 你们自己私相收受的一个征收程序 我们在10月17号那一天到议会抗议的时候 市长接受议员的咨询的时候 他还讲说他会加奖资讯透明跟这个所谓的沟通协商 那我还是相信市长愿意沟通协商 所以我们私下还是通过各种管道 包括民进党管道 想要跟市长这边能够坐下来沟通协商 但是抱歉 市长讲的话好像到现在都没有 没有一个实现 我们在等着市长要跟我们沟通协商 我们希望我在这边公开会议 希望市长不要只嘴巴讲 你嘴巴用软的在讲 来湖龙百姓 但是呢以后叫农业局用硬的手段 要来强制的拆除 这个一方面你扮演好像白脸的角色 拿到农业局就扮演黑脸的角色 那百姓呢 百姓就被冠上一个所谓贪的无厌的污民 所以他现在一直在扣帽子说 这边因为自从此有需求 那所以他是符合公共利益 但是他完全避开不谈以前 国民党威权戒严时期 强行取得人民的土地 不予取得人民的土地 这种不符合正义的程序的这样的过程 你高雄市政府 虽然现在是你民进党 你成举主政 但是国民党以前留下来的烂摊子 你还是一样的 是叫高雄市政府啊 你没有变啊 你应该要概括承受啊 所以以前的不义 你要去解决 这才是你市政府应该要做的积极作为 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合乎程序 程序正义 要求是一个民主程序 就这么简单 要求一个安置 不是你讲你自己在那里讲的安置 人民这么卑微的要求 这么样合乎人权合乎民主程序的要求 有什么不对 那你为什么一概就 我不要 不可能 人民受迫害 在这边住了几十年 他的感情 他的历史 他的所有的一切 一下子你就这么样 很心的把它 完全的铲除掉 我们台湾都是有计划的在魅村啊 有计划在消灭人民的居住地方啊 戴林浦不是一样 鸿马港不是一样吗 搞得你住不下去 然后也叫你千村 他这边的不亦真说搞得啊 嘿 让你住不下去 叫你搬走 给你啊 一些钱叫你搬走 台湾政府专门在搞这种事情 我今天已经是二度来到高雄 第一次来的时候刚才猜 第一次我看到在猜的时候 我很难过 这个国家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为什么要对用正报警察 用PD小组 用国家最精锐的部队 来对付手无寸点的高雄市民 我很难过 今天二度来到这里 看到全部都差一平了 一百六十户到哪里去了 去流浪了 成为中华民国高雄的难民 我在这里 觉得非常健老难过 那我要请各位高雄市民 事情发生了 我们要不断的坚持的抗争到底 那我在这里 棺木在这里 我要跪在棺木上面 我要跪棺 我要拜他 我们的总统 请你管管地方的诸葛 地方的诸葛 请你配合我们的总统 不要整个台湾都乱成一团 台湾都没有救了 拜托我们的总统 我们对你还是期待的 请你救救台湾人民 请你让台湾人民 完全有居治正义 然后希望台湾 再也不要破钱破坏人民 我在这里拜托 拜托我们的总统 救救台湾人民吧 救救台湾人民吧 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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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絕食保人權 我們先請我們各位夥伴 一起來蓋這個寫書 如果陳菊市長仍然不願意回應 我們的絕食的訴求 我們會親自把這個寫書送上台北 送給蔡英文總統 各位夥伴我們現場來呼一次 再呼一次口號 來宣誓我們的絕食行動 就此無限期的展開 直到我們倒下為止 我們永遠不會退縮 我們永遠不會畏懼市政府的壓爆 陳菊絕情 人民絕食 陳菊絕情 人民絕食 人民絕食 我們永遠不會 看到整個設計 披抗 李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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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涵